配合水土保持局的活化活動 迎安社區以嘉年華的方式 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也提高社區的能見度 並讓鄉親了解社區的特色產業 活動中也安排了一日田二代 讓小朋友了解農人的辛勞 進而珍惜農作物 水保局一個產業活化活動 要讓社區的三業能提高能見度 讓大家了解社區有什麼特色的產品 有結果大家來採購包括風景 可以欣賞的地方 今天想說 因為小朋友要知道 保產的機會越來越少 同樣有機會讓小朋友體驗 做產業多辛苦 讓他們知道一顆米 從開始到生中的過程 他們才會珍惜我們的東西 議員陳昭玉表示 老社區有老故事 在暑假期間舉辦此活動 讓鄉親細細品嘗社區的點點滴滴 而議員也參與了社區的Saxe風團 特別上台與民眾分享 在我們馬國旅遊社區 是一個老社區 老社區就是老故事 所以特別在我們宿舍的期間 來基辦到我們馬國旅遊社區的 我們的家電化活動 我們都看到小朋友都可以露餐 去報地話 享受的過去的田園之樂 這一點我相信是最幸福的 我相信在農村之樂 在閒暇之宇 大家雖然共襄都很忙 我們就用沙斯風來做五路 跟大家分享 活動也結合家河 芳美 永峰及星星等社區共襄盛舉 在婆婆媽媽活力四射的表演中 也帶動場面熱度 議員賴燕雪感謝社區眾人的努力 才有今天亮眼的成果 茅羅西的一個嘉年華會 我們說是相當的老年 來自我們南東市國社區 都共同來集園 表演得很精彩的節目 尤其看到我們婆婆媽媽們 活力四射的一個表演 也帶動我們社區的整個一個熱度 那麼在這裡 演算也要特別感謝我們 贏寶口社區 在我們政理事長 創立長 以及總幹事的努力之下 社區也變得越漂亮 銀盤社區從零到 從無到有 從有到一再的精進 跟美化跟提升 都是我們所有的 里民的共同參與 才有今天的成果 所以燕雪非常感謝 我們社區的一個努力 同時更肯定 我們農村再生的一個成果 銀蘭社區的自主防災 守望相助隊 全省知名 且或內政部評鑑加基 而日前也代表南投縣 參與衛福部的社區評鑑 社區營造成果相當豐碩 期盼藉由活動 更提升社區的發展 讓鄉親的生活更幸福 民意新聞林佳惠 南投採訪報導 既然而言人為並不睡眠 現在的報告 状人員 感谢观看